哈喽,大家好 最近第二季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的冠军作品 《再见老张》刷屏了 影员们精湛的演技 让观众们在笑点和泪点里无份对接 很多人从这个作品中看到了自己 也想起了失去的惊人 的确,一个优秀的作品 就是能够让观众感同身受的 而我也发现了一个成功的规律 那就是节奏感 纵观我们的人生 节奏感无处不在 音乐需要节奏感 演讲需要节奏感 谈判需要节奏感 直播需要节奏感 甚至谈恋爱和教育孩子都需要节奏感 而掌握好人生的节奏感 能让我们离成功更进一步 那么如何把握自己人生的节奏感呢 我参考了一些文章 结合自己的人生经验 整理了四点建议 第一,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 有自己的是非观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不被别人的想法和错误的观念带偏 这点可以通过阅读和思考来锻炼 第二,培养良好的时间观念 给每一天每件事都设置时间节点 并严格去遵守 这不仅能让你对人生获得更多掌控感 也能给别人留下好的印象 第三,提高自己的执行力 梦想如果不去付出实践 那就永远只能是一个梦 想到什么就立刻去做 当你行动起来 你会发现啊 事情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第四点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爱护自己的身体健康 没有这一点 前面三点都是白答 以上这几点啊 我也在努力 说出来与大家共勉 最后 借由再见老张力的台词 希望大家在人生终点站的时候 都能问自己几个问题 那就是 你过得快乐吗 算得上幸福吗 身体还算健康吧 实现了大部分想要做的事了吗 能够坦然面对自己的内心吗 如果你的回答与金钱无关 都是肯定的 那么恭喜 你的人生 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 思考一小步 成长一大步 以上是今日份的思辨与成长 我们下期见